先用这个有点藕粉 藕性色的 这个颜色去打底一下 就上下眼皮都给它带到一点 咱们下眼瞼这儿可以稍微的宽溢丢丢哦 然后鼻头也可以扫一点 我觉得这个颜色就还蛮适合消种的 然后用这个颜色去叠加加深一丢丢 在我们这个眼皮的后半段 然后这个亮晶晶就叠加一下就可以了 这块确实是挺闪的 但是会有一点点飞粉 然后用自带的这个刷子 刀粉笔刷去占据这个色去勾一个眼线 这个颜色我觉得是挺好看的 然后画一个粉粉的卧蚕 这个腮红就用这个蜜桃粉色去 我觉得这个精髓啊 就在于我们这个眼皮的上方这里给它 诶 扫到一点 诶 那个唇欲 那个楚楚可怜的那个份儿就来了 然后用三扇的这个面中提亮一下 我觉得这个啊 它亚光是亚光 但是它会有一点点粉感 提亮完之后 可以用铺子的屁股那一块 大面积的去扫一下 它就自然很多 这个昨天你们问的这个亮晶晶啊 我实在是没找到它是几号色 它就这种粉紫色 大家可以按照我这个画面上的这个样子去搜一下啊 然后呢 咱们用这个细节刷 这个细节刷 咱们也就是搜一下 九 九点九好吗 差不多 都一样 十把里面九把一样 好不好 然后这个眼头呢 咱们也用棕色这个给它带一下 然后咱们叠加一下 这个桃红色的这个 诶 在眼皮这儿给它叠一下 诶 那个楚楚可怜的那个范儿 不就是更加的加深了吗 然后咱们这个全又是立门的零四 哈喽 哈喽 第一步咱们用这个扁扁的这个刷子 来画卧蚕阴影 不要怕下手动啊 就是要稍微的重手一点 然后咱们就简单的修一个鼻子就呃了 刚开始咱们这个修容可以稍微的重手一点 就是让它看上去明显一些 然后最近我都喜欢用这个染眉膏把眉毛搞得浅一丢丢 然后今天想画这个两色的这个眼影 这个肉色我真的是巨爱 另外一个就是那种赤茶色看上去就是蛮橘的 你们瞅瞅就是它打底之后就是有点点肉色 这个颜色它就不容易显脏 就没有棕色啊那种那么显脏 但是它也是蛮消肿的 用手去上色也是完全OK的 然后用这个刷子晕染一下它边缘就可以了 然后用这个扁扁的刷子 占取这个有点赤茶色 它和原来的那个肉色啊 就是结合起来那个颜色就很好看 就不会那么的张扬 也不会那么的深沉 鼻小住这也搞一点线的 鼻子就是看上去比较的短短的 从视觉上缩短我们的中庭 加一个结盘 用腮红刷去点拍在这个脸颊上 如果你觉得说有点深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干净的粉铺去给它铺开 如果说你还是觉得深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 我用的是这个基凡西的01号色 去稍稍给它铺一下 它的颜色就会比较的自然 然后点一个这个亮闪闪就OK了 这样子看上去就会有一点氛围感 就是点这个高光的时候 一定要用手指去 就这样子去脱开 不可以去搓哦 重点来了 就是用一个细节刷 去占取一个棕色的眼影 然后画出一个眼线和眼尾下至 画这个下至的时候 咱们就不要完全贴合自己的眼型去画 就是要往下面隔着那么一丢丢的肉 然后占取这个赤茶色 去给它中和一下 因为咱们的眼瞼不可能都是黑色的吧 就是用这个 扣一下这个内眼角 也是点小心机哦 画的时候就是你把那个眼头 往下面撑一撑 这样子就好了 然后咱们用这个刷子 嘴巴闭起来 把那个上唇分和下唇分搞一下 这样子就会嘴巴有那种3D感 刷一个睫毛膏 然后搓一个假睫毛就完色了 不这个唇用啊 不是这个色 看我后面图的这个色 对这个这个 那个 好看 就是那种乌花锅粉 你们看我这个图的这个步骤啊 就先图在嘴巴中间 然后手指把它给晕开 然后它就会沉膜会有一点点氧化 这个颜色就是美美美 一定要等它收收有点氧化啊 整体就是beautiful 买了一个小的这种点彩刷 去占取这个腮红膏 大面积的扫在苹果肌这个位置 这个真的很好用 就是你随意的去扫 它都不会重手 眼皮子这儿也就 你们就这样子随意去扫就可以 就大面积的去给它铺色 鼻子下巴都带到一下 然后呢 就是咱们卧残的后半段这块地方 再去给它加深一下 拿一个扁扁的这种眼影刷 占取这个印度油的这个草莓 啥联名的这个01号 就是这个八笔粉色 去加深一下我们的这个眼尾 少量多次的去叠加它 然后再用这个棕色的 去中和这个粉色 这样子眼妆看上去会更加的日常 然后用一个黑色的眼线液笔去填补这个眼线 在眼瞼下方点一颗这种大的闪片都可以了 关于�阂的铺盐 这就是这个项目了 所以在г带上这种眼线液笔的 还要接下来的